哈囉大家好,我是王瑜伽,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那今天要來帶大家打新的地獄級關卡 你可以在下面的飛船中找到這個關卡 那它最下面龍眼蟲藍,你可以購買它 然後你買了之後呢,我們可以在最上面的左上角 這個古神遺跡中找到這個關卡,你購買的關卡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來挑戰吧 那介紹給大家的這一隊呢,是比較平民一點的水隊 那我們這邊,顏西挑別人的就好了 那我們自己用的成員都是比較平民一點 那我帶的是盧...這個盜蠻法師,超久沒出場的耶 好,那它可以更換成比如說像是水瓶 或者是亞伯漢這種回復力比較高的一個隊長 那接下來的隊員都是比較平民一點的 對,那你可以帶轉水珠的,跟增傷的,跟控場的都可以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喔,這媽主也是好久沒出來了 好的,那我們這句話不多說,直接挑戰我們的地獄級 喔,那個龍科就選你 我是選蠻正常的一個龍科 那基本上,有增傷就可以帶了 好,我們挑戰,直接來挑戰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一一為大家介紹這一次的關卡,怎麼挑戰吧 那這一次,這個買的關卡會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關卡會...如果說...如果說你沒有挑戰成功的話 在這邊會比較麻煩,就是它會直接沒收你的關卡 所以你要重新買 所以這邊最建議就是穩穩的過會比較好 所以我推薦大家這一隊 一開始好像會減少轉珠吧,我看 對對對 那先打左右兩隻,先打掉 然後,這邊有回復力...加成 因為這隊,你只要回...我忘記血量是低於50%還是怎樣 然後我們盜蠻法師,新珠就會變得那個...回復力超多這樣子 對,所以這隊我認為...算是半魔隊吧 那代表上我們暴力的閻西的一個倍率 基本上這隊的增傷是蠻夠的,我覺得 大家有沒有覺得聲音有點大,我調一下好了,好不好 好,就這樣,OK,這樣應該剛剛好啊 還是再大聲一點 登登登,好,就這樣 OK,那我們這邊直接來轉吧 那這邊開始先洗個技能啊 不用害怕,你看這個補血量 一萬多耶,喔三萬多天啊 喔好,總而言之我們是帶走了啦 那我們接著來到第二關了 第二關這邊遇到的是...兩隻 OK,那我們先打右邊的 OK,這邊也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那由於左邊那個被我們刻到屬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選擇耗右邊的一點點的血量 之後我們可以再做個全體攻擊 那這邊看到骷髏頭不要害怕 因為這隊的回復力真的是超厲害的 只要你被打一下,然後你血量發現你剩很少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的補血,都可以 OKOK,那持續的來...做個全體攻擊就可以了 這隊有點像是半魔隊,然後我們在這邊多帶幾個回合也是OK 好,可以看到這邊好像...比較少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開個媽祖 呃...對,好 媽祖 然後我們開個岩西 好,我們要增傷把他們給帶走了 那這回合盡量可以的話把他們給帶走 OK 可以,做個全體攻擊 然後我們有水岩西的增傷,基本上應該是蠻夠的啦 好,他們也殘血了 哇,這隊...的傷害可以到達...開個爆發可以單張百萬耶 還蠻夠的,好 這是舊的關卡了,所以這樣子的傷害應該是蠻夠的 那我們這要慢慢的磨過去囉 欸 50%盾 是不是,那我們這邊先開個青龍 開爆發,然後把他給帶走就可以了 要大兩回合啦 好 應該水足夠的話應該還OK啦 應該吧 欸,帶不走,帶不走,帶不走 欸,天啊 我們這邊先洗技能把岩西洗到跳起來啦 好不好 反正這隊也是很OK啦 那如果說你卡星珠怎麼辦呢 你可以開我們的趙雲,然後 做一個控場的使用 對,好 好 或者是你也可以開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啊 水妹也是很OK啊 好 只要一直有新出,我們就可以一直補血啦 慢慢的磨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嫌這隊太慢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有暴力的水隊 我覺得這基本上都可以通關啦 只是我想要試給大家比較平民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就想說帶這隊給大家試試看 好,他的防禦力有40萬,所以也不是好惹的啊 只是我剛才開了岩西 單開岩西就會有... 有一個百萬的傷害 欸,所以我覺得認為 看岩西應該就夠了 只是我們這邊要把岩西洗到跳起來就是了 好,我們在上個回合已經開掉了嘛 OK我覺得差不多了,這個回合我們先開個青龍 好,開個趙雲保險一下 延遲他的轉... 誒,延遲他的回合 然後我們再開個盜蠻法師 2.5倍的增傷 那基本上只要有一個增傷比較夠機 就可以破防禦力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 只需要... 轉多一點combo就可以囉 希望是帶著走啦 好,那他是50% 也就是換句話說你要打兩回合 我們已經打一回合了 那接下來再開岩西 我們剛才單開岩西就有那樣子的傷害 我認為... 單開岩西應該也是可以破他防禦力啦 多轉幾組的... 水珠吧 帶走應該沒問題啦 可以可以,傷害非常夠 欸欸,7500 好,總而言之是帶走了 我們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一到兩隻 好,那我會再建議 建議這邊我們技能都開完了嗎 我們開個水妹 控個場 好,這邊理想呢 是帶走一隻 然後慢慢磨技能 對 理想是這樣 好 至於要帶走哪一隻 應該都可以啦 就帶走這一隻吧 盡可能好不好 然後 那個我們的... 水妹開下去之後 有轉珠時間的增加 所以你可以... 就是... 盡量多轉一點combo 對對對,好 沒有水珠怎麼辦呢 令我困擾啊 不過... 其實這一隊 只要一直有新珠的話 要... 要補血回來 基本上不是難事啦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媽祖的一個 媽祖可以幫我們回復一下生命力 所以還蠻OK的 好,那我們這邊 青龍先開下去 至少先帶走一隻 會比較好 好 好 嘿嘿嘿 慢慢轉 做全體攻擊應該也是可以啦 好 好 欸OKOKOK 好 我們這邊... 洗技能 水珠先濾掉啊 OK 濾掉水珠 欸這樣會不會帶走他啊 好險好險沒有 好 那我們這邊補血回來就可以了 OK 就是這隊回復力是很夠的嘛 所以 基本上一組新珠我們就可以回得回來囉 OK 慢慢打慢慢打 我們洗個技能啊 不要太激動 好 5 5 2 喔對了 那如果... 如果說有人問這張卡片值不值得刷呢 我可以跟你講 這個地獄級的這張卡片 基本上出場的機率很低啦 那當然... 當然他跟那個... 女九神有一個隊伍技能的連動 但是這個應該是比較少人知道的這件事情 如果說你還蠻喜歡玩女武神的連動 你可以考慮練練看這張地獄級卡片 對 好我們這邊就帶走他 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好我們這邊... 順利的魔過去了 來到了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遇到的是... 突擊 所以你這個血量要夠啊 他打人是五千多 呃...六千多 好... 那我們這邊就慢慢打 基本上就可以了 對對對 欸...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不會... 越燒越多吧 嗯... 應該是不會 之前的關卡沒有這麼難 哈哈 好 那我們這邊... 基本上我們刻到屬性 所以打他也不會太久啊 只要... 記得我們的... 欸... 他會越燃燒越多欸 蛤... 居然... 那我... 回一個...血量嗎 好... 我看看 對對對 先回一個血量吧 好 開個這個 青龍 欸... 其實不用回血量吧 我們要開爆發吧 給帶走 對對對 好 可以可以 應該沒問題吧 嘖... 就這樣 好 這樣應該帶著走 試試看 沒...沒問題啦 就這樣 好 這個爆發都開了 沒帶走 我也沒辦法了 呵呵 啊... 這天獎應該是有辦法啦 好 可以 商量非常夠啊 那我們這邊順利帶走之後 來到了第六關 第六關這邊遇到的是... 這一隻 OK 無視所有的控制技能 那這邊我們基本上要開爆發了 我們把這個 跟... 這個 好 然後... 排珠子在這邊開掉吧 OK 那... 保險一點就是我們轉完... 欸...排完珠子 開個龍科就可以了 對... 龍科增傷的倍率 雖然沒有帶很高 但是... 我覺得還夠用 對... 那我們這個也有刻到它的屬性 我認為... 這樣子...應該是... 可以帶走吧 應該啦 呵呵 我們都開了那麼多爆發了 對不對 其實... 欸... 媽祖應該在上個回合先開掉的 好 這個回合就... 開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啊 盜蠻法師會比較好 因為盜蠻法師的技能會比較... 適合這一關破防禦力 可是我覺得這樣應該可以帶走啦 嗯...沒問題 它的防禦力只有150萬 所以非常好帶走 那來到了第七關了 第七關這邊七康魔主會舉盾 那... 我覺得這版面蠻好轉的耶 其實你可以開水妹 都可以 對...那...你也可以直接轉 就看你自己 開水妹就保險一點啦 可以慢慢磨過去 那我覺得有需要再開好了 好不好 呃...這個...感覺 開一下好了 保險保險 那這邊你有開水妹就慢慢轉 那基本上七康魔追擊盾 對你來說 應該...不是難事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轉到七康魔 我們水妹也有保...保險 就是它不會打你 對對對 那就慢慢磨過去就好囉 那龍科 我剛才忘記講的一點就是 龍科你可以在上個回合 我們有開龍科對不對 你可以在上個回合先濾出 呃... 濾出剛才像我剛才那樣子 比較漂亮一點的版面 然後...水珠比較多一點 那你在這回合的第一個回合 你就可以先打它個一波 對不對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好 OK 那我洗技能 所以我這邊先...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再打它就可以了 這邊轉個...這樣子 OK 疊珠啦 疊珠 OK 呃...好 帶走 應該是沒問題吧 其實王關第一關...第一個階段也可以洗技能啦 所以...嗯... 其實...沒有必要在這邊洗技能 哈哈哈哈 來的王關了 王關這邊呢 我們遇到的是這一個... 呃...消水珠才會... 對它造成比較高的傷害 那...其實這一隊你的血量有超過... 一萬七 呃...保險是一萬八 一萬八的話你就可以一直跟它... 磨下去...不用害怕 那...這一隊的特性大家... 相信剛剛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這隊的新珠是... 你只要... 血量...低...低一點的話 新珠是... 是可以... 蠻好的 就是有蠻高的回復力 所以這隊... 是還蠻適合拿來磨的 對對對 那... 基本上這邊一組... 五顆新珠就夠了啦 然後慢慢打過去就可以了 不用... 轉太多 你的新珠要留下來 跟它慢慢的磨...磨過去就好了 好 那這邊... 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 你要把所有的技能洗刀跳起來 然後王關就送它一個痛快啦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這邊卡新珠 基本上你照雲跳起來 或者是... 你水妹在上個回合沒有用的話 欸... 上個回合應該會用水妹啦 對... 就是開個趙雲 延遲它的回合一下 會比較好 對對對 對... 卡新珠的話... 那沒有卡新珠就是一直... 補新珠就可以了 五顆新珠是... 比較保險可以回得回來啦 對... 嘿... 五顆... 好... 不然就是... 轉三顆然後... 轉高一點的combo 也是有機會回得回來的 那這隊... 被它打掉是它900多的血量 所以等於是... 每個回合都蠻... 膽跳... 欸... 膽戰心驚的 對... 那我們這邊... 開個趙雲吧 保險一下 因為我們的... 烏爾德快跳起來了 就是我們水妹快跳起來了 我只是... 實在不想跟它賭 呵呵... 只有一組新珠可能會比較危險一點啦 好啦... 這邊就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補一組新珠 然後轉個6combo 會... 喔... 就回滿了 所以其實一組新珠也是可以回得回來的啦 OK... 新珠先留下來 慢慢打也是OK 也是可以過 好... 那我... 這邊呢... 開個水妹 既然要慢慢磨 我們當然就是比較安心一點磨啊 對不對 開什麼玩笑 每個回合... 其實它這樣打那個... 心臟也要很強欸 一直看到我們的血量一直... Blu... Blu... 一直... 一直... 一直壓血 也是... 心臟也是... 一直跳來跳去的啊 所以... 我們還是安心一點打會比較好 對不對 畢竟如果說你真的想要... 呃... 只是想要... 得到這張卡 然後... 比較安心一點的打訪 就是... 就是這一隊啦 這隊也是... 滿平民的 都是臨時抽的卡片為主 好... 所以就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這邊也是差不多要通關了 就到這邊...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吧 技能基本上都跳了啦 好... 死COMBO 可以... 順利再走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這邊呢...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把爆發拳開了 那如果說你是帶光暗的... 呃... 隊伍來挑戰的話 可能會比較辛苦 對...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 啊... 不如說... 有什麼... 開什麼... 這樣子... 好... 看一下這個也是OK啦 轉這個的... 我只開這個不開這個的原因 就是因為... 呃... 可能兩個都開那個... 版面上面的水珠會太多 會比較難轉這樣子 我們這邊就直接來轉... 轉看吧 好... 我們龍科再開下去 好... 不要浪費 OK... 這樣子應該就帶走了 它血量只有五百多萬 那... 呃... 其實不算多 你知道爆發拳開 它基本上就是你的囊中物了 那我這個龍科消得慢一點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龍科沒有消得很好 也是可以... 有... 把它給帶走 好... 我們消了一萬七 八COMBO 好...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啦 看到這傷害... 這傷害... 它血量一千萬都沒有問題啊 好... 我們這邊順利通關了 畢竟... 舊的關卡... 那打起來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我也使用了... 比較舊一點的... 隊長 就是我們的... 道... 道蠻法師... 真的好久沒出來了 那這邊就順利通關 慢慢磨過去... 那個... 卡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如果說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朋友吧 如果說有什麼想法以及建議的話 不用了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囉 如果說你想看到更多這樣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訂閱我的第二頻道 那主頻道也幫忙訂閱一下 那訂閱旁邊有個鈴鐺 幫我按下去 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 第一手... 新... 欸... 新的... 影片的消息囉 那我是RD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 祝大家都能順利通關